如果是屬國外攜帶 或者是寄送未檢驗的肉類之旅 這個可能是違反的 那你配額就把會被關七年 而且還要配到300萬喔 收受境外快遞或郵包禮物要小心 含有未檢驗過的豬肉 可能會狹帶非洲豬瘟進入國內 如果被查獲違規 還需受到裁罰得不償失 尤其消費者在電商平台 購買肉類產品 也要特別注意是否違規販賣 或是來源不清等 共同防堵非洲豬瘟產品 那這三年來 我們鎖得非常非常辛苦了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一個 非洲豬瘟的這一個品項 把它鎖下 因為當你的非洲豬瘟失守了以後 會變成怎麼樣 就好像現在的武漢會員在台灣一樣 那邊抱一下那邊抱一下 沒有疫苗可以用 不像二十四年前的火滴 我們有疫苗可以用 那整個產類就崩盤 這個是沒有話講的 崩盤了以後呢 因為豬肉是我們的鍋面主食 主要的一個肉類蛋白的來源 沒有其他的肉類蛋白可以完全的期待 雖然說我們還有雞肉 我們還有鴨肉還有其他的肉 可是那些數量都不足以期待我們的豬肉 那麼如果這樣的一個工坦產生了以後呢 我們必然要從國外進口 大量的能動出國到台灣來應付 肉類來源 所以這個整個產值 地級的損失絕對會大於兩千億 我們要防止國人的受騙 所以我們做這種先導活動 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們多一分的努力啊 就希望我們國人少一個人受害 然後受害心情不好買了這些東西以後啊 吃的對我們的動物也受到影響 事實上會影響到我們民生的問題 行動短劇演出境外快遞電商平台 一夜市網站三種肉品可能入侵的管道 呼籲民眾在此情況下多注意 且可以運用防炸達人擴充程式 及LINE聊天機器人協助判斷 購物網站安全性 記者汪宇俊台北報導